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 基于楼市近日发展 可能加快夏季推地步伐 又透露北部都汇区 明年首幅招标开发的片区 可能是洪水桥或者粉岭北 会研究发展商 可不可以分批给地价 政府过去两季推地的步伐缓慢 这个财政年度到现在 潜在私楼供应量 仍然不及全年目标的一半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暂时仍然难确定 最终是否一定不达标 要认同设计分施证报告的 房屋措施能够提振楼市 可能影响第四季的推地步伐 发展商来买地 其实他们都要有很多的部署 也都要看我们到时推什么地 如果有了一个提振作用 可能我们推地那里 我又可以涌回一些 又推回多一点 或者某些地方的地点 我亦都可以推多一点出来 除了政府推地 亦都有现在发展商自己手上的地 他迈不来做地契修订 所以如果未来这几个月 假设那里是活跃的话 就算我们不是推很多地出来 亦都可能令我们踏上标都未顶 其实去年正正出现这样的情况 北部都会区是未来主要的土地来源之一 面对政府的财政麻麻 当局将会事行推三幅 分别10至20公顷的片区 招标给发展商开发 即是要同时负责买起基建 再在地价里扣除 令汉豪说不会要求同时建供应房屋 招标的时候 我们应该都已经收了片区的土地 或者在折标的时候已经收完 撇除了新田科技城是第一个 收地都未就开始 但是主要是粉领北还是洪水桥 我想两个都有一个可能性 我们都不排除我们争取做一个 甚至如果顺利的两个 我都明连招都可以的 现在的写字楼空置率高 那片区里面的私楼比例会不会比较高 以吸引发展商落水呢 我又不一定这样说 譬如说我有私人住宅用地给你开发 但是产业用地 其实你做完土地平整 你加回给政府就可以了 那整盘数有不同的 分批给地价又行不行呢 这个我想我们是其中一个 未来的市场影响调查 我们会问的 拿到一个片区出来 我们经常都说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们不需要用政府的公帑去做开发 不只我们还可以及早收到那个地价 如果我说分期去收那个地价 其实又对我的现金流 我作为卖地的方便 未必达到那个目的 但是他说基于片区的面积大 会思考未必借定一个员工日子 而是分期员工 而现行都有罚款等等的机制 确保发展商按时员工 报线电视机长陈家印报导